小明说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一条狗 同学都嘲笑他 但他却坚定地继续讲下去 听完小明讲了他外公和小巴的故事 大家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小明的外公是一名大学教授 每天坐车去学校上课 有一天他在车站捡到了一条秋天犬 带回家却遭到妻子的嫌弃 教授只好把他放在仓库里 晚上教授正和妻子亲热 小狗从仓库逃了出来 舔了一下教授妻子的脚 把教授妻子吓了一跳 他打心里更加讨厌这条小狗了 教授想办法把小狗送人 问了车站的管理员 自己的学生 以及路边摆摊的大妈 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收留他 教授只好继续把他收留在仓库 女儿发现了小狗 很喜欢他 把他抱出来拍照 教授也开始在院子里逗他 但是发现小狗连捡球都不会 教授的一个朋友看到了小狗 说这是条秋天犬 秋天犬很聪明也很高傲 不会讨好主人 所以不会捡球 看到小狗脖子上有个疤 说这条小狗应该叫小疤 于是教授开始叫他小疤 就这样 每天教授下班后陪着小疤玩耍 女儿也很喜欢小疤 看到了丈夫和女儿那么喜欢这条小狗 西子爷慢慢地对小疤有了好感 突然有一天 有人打电话说是小疤的主人 想要要回小疤 此时的教授全家却舍不得了 就这样 小疤留在了教授家 时光静静地流淌 小疤慢慢长大 有一天教授上班去了 把小疤关在院子里 教授走后小疤从墙底挖了个洞 逃了出来跟着教授去上班 教授很意外也很高兴 但是因为教授每天上班要坐车 而车上又不允许有狗 于是小疤每天把教授送到车站 自己在车站的花坛上等着主人下班 就这样 教授每天日复一日 上班下班 小疤也风雨无阻 每天接送 教授的女儿也有了男朋友 从恋爱到结婚 小疤见证了教授一家人平淡幸福的生活 突然有一天 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教授像往常一样去上班 小疤却死活不肯他去 教授没有管他造就出发了 教授到了车站 发现小疤也跟来了 嘴里还掉了个球 教授没有感觉到异常 只是觉得小疤会捡球了 很高兴地带着小疤送给他的球去上课 课堂上教授突然倒地 那只球也掉了出来 滚了很远 教授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家人很伤心 小疤透过了门缝 看到了家人的哭泣 教授下站后 妻子来安抚小疤 对小疤说会像教授一样照顾他 小疤却跑到了车站 蹲在那里等主人回来 大家都知道教授不可能回来了 但是小疤却依然每天风雨无阻 即使是下着雪 也一直在那里等待等待 小城里的人都被感动了 经常给小疤送来吃的 后来教授的妻子搬走了 再后来教授妻子有次经过车站 发现小疤仍在那里等待 又过了不久 小疤死去了 此时 教授的外孙小明也长大了 妻子把外孙和小疤的故事 讲给他听 从此以后 小疤就成了小明心里的英雄 我先来教授的那里等待会儿